四肢協調 其實四肢協調由幾個部份所構成 包括手眼協調、手腳協調 以及身體左邊和右邊如何協調 要做到以上這三點 其實就是需要身體的一些感官去配合 例如我們的觸覺、視覺、本體覺 本體覺的意思就是 我們其實每一個肌肉和關節都有自己的感覺 例如你閉上眼睛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手是手指打開了、手指合起來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前庭角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位置 究竟是一個打直的位置、一個躺平的位置 當我們的大腦接收了這些感官之後 他就會做出一些process 就會發出一些訊號去控制我們的身體 如何去很流暢、很自然地 在這個環境和空間裏做到一些動作 如果小朋友的四肢協調比較弱 他們通常會是怎樣呢 例如家長會看到小朋友 很容易會看到同學和物件 好像很論盡 他們可能寫字做功課的時候 寫得比較慢 又或者你細一點看看他們的功課 可能他們的字體 歪歪斜斜、有時大有時小 跟不住一條直線去寫 我們今天就簡單地選了三個 跟四肢協調有關的運動 可以讓家長容易在家裡做得到 其實小朋友撈地沙 可以撈到一條直線其實都不容易 因為他們包括了我們 左邊身和右邊身互相協調 以及一些空間感 我們做撈地沙 向前翻滾這個動作 除了可以訓練我們四肢協調能力之外 其實還可以增加我們前庭系統的穩定性 經常去練習這個訓練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一些 比較前庭敏感的小朋友 例如說他們會容易一點混浪 都可能可以幫他們改善到這個問題 其實猩猩跳很簡單 我們先站直身體 然後兩隻手放在身體旁邊 然後微微曲失準備跳起 我們一跳起的時候 兩隻腳和兩隻手往外伸展 變成一個猩猩的形狀 然後落地下 跳躍本身已經是一個很難的身體協調動作 還要同一時間在跳躍裡面 再加上開合手 一些有rhythm 有節奏的東西 上半身和下半身同一時間 是在做一樣的東西 還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猩猩跳已經是一個 整體上我們叫做full body的協調運動 最後一個運動就是叫做跳步 我們首先可以放一個小小的矮吸 在地下 放在小朋友的前面 然後我們可以雙腳輪流 作前後的跳躍 我們輪流交叉腳跳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我們左右腳的重心交替轉移 這個也是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腳的協調 以及有一些平衡的成分 我們慢慢逃啊 我希望你們記得 GET re aura